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好吃 而且样子看起来还会非常的好看 怎么做的呢 那我们一起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之后我们再把蛋清和蛋黄分别的打散 精中稍微加一点点的盐 大约两克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皮蛋了 这个皮蛋你知道怎么包吗 其实任何蛋类我们在包鸡蛋皮的时候 我们要从大的这一块就是有气囊的这一块 把它给磕碎 这样的话包皮的时候就比较好包 皮蛋呢在中文里面还有一个名字 叫松花蛋 为什么叫松花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蛋上这个纹理特别像松汁 它这个花纹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皮蛋也叫松花蛋 怎么样切皮蛋不粘刀呢 我们可以用一点热水淋在这个刀上 把这个刀的温度让它提升一下 如果你不太想用刀的话 当然还有一个小窍门可以用这个线非常轻松 皮蛋就被切开了 我们这道菜呢需要把皮蛋给它切成四半 像西瓜一样的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这道菜里我们还会用到这种活水肠 大家可以把它切成长条 也可以把它切成细丁 接下来我们就该摆盘了 摆盘以后就是上锅蒸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我们找一个长方形的容器 在容器的四臂给它刷上油 刷油之后先摆入皮蛋 在这个皮蛋的缝隙中铺上火腿肠 火腿肠的这个篮是朝下的 铺好了火腿肠以后 我们要把刚才打散的蛋清 倒进去 四个鸡蛋的蛋清 刚刚好是没过这个火腿肠的 我们把它放在蒸锅上蒸十分钟 等蛋清凝固以后 然后我们在蛋清的上面撒入蛋黄液 再蒸五分钟 这道菜就做好了 我们的蒸蛋出锅了 但是呢我们不能这样吃哦 要给它切一下 破膜 哇 没翻了 三色蒸蛋就做好了 好像是四种颜色 一二三四 四色蒸蛋就做好了 提醒大家 不 才没错 这趋没碎 你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这边就像出锅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